国内疫情加剧部分国人焦虑等待疫苗的同时 却也有不少人爽约 没有如期到疫苗中心接种疫苗 在登家楼就有超过1万人注册了 却没有如期赴约接种 其中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占多数 受到疫苗中心接种 登州地方政府房屋卫生和环境行政议员阿里亚斯医生表示 州政府将为有健康疾病和内陆地区的民众提供上门打疫苗服务 同时也会开放清真寺和民众会堂成为疫苗接种中心